大家好 上期我们速读了盗墓笔记之鹰山古楼的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盗墓笔记之穷隆石影 从求德考队伍的眼皮底下逃走后 无邪几人便从广西巴乃回到杭州 这一趟不仅没有找回闷油瓶的记忆 反而还让他的身世更加的扑朔迷离 为了揭开背后的种种疑点 无邪决定去老长沙的人事档案中寻找线索 一番搜查后 他发现某大学的一所研究所 竟然和当年的考古队有所关联 无邪托关系来到研究所的档案室 在穿过一道生锈的铁门后 他看到一间贴着封条的隐蔽房间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封条上的字迹竟然和无邪的一模一样 但其实这张封条就是《秦岭神术》中提到的 无邪做梦时听到的三叔和闷油瓶谈论的奇语所写 奇语是盗墓笔记中神秘的人物 据推测 他是老九门其中一门的第二代掌门人 也是当年考察队中的一员 体型相貌和现在的无邪极为相似 但在前往广西八奈调查张家古楼时 曾被向导盘马老爹所杀 之后又被假的考古队替换 而在无邪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吴老狗便安排他模仿奇语的自己 生活习惯等等 目的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 迷惑世人 当然这些还是后话 回到故事 无邪进入密室发现了一张清朝的样式雷 样式雷是清朝御用设计师 雷姓家族设计建筑的图纸 无邪本身就是建筑出身 自知这张图纸设计有问题 便找到爷爷的望年胶 一位古建筑专家进行分析 专家只看了几秒钟 便脸色凝重地说道 不对 按照这种建造结构 光是根本照不进来的 这间建筑根本就不是给人住的 可能是给鬼住的 这句话听得无邪冷汗直流 不久后 有一前客找上门来 想要出手购买这张样式雷 一番了解才知道 对方是霍老太派来的 而说起这位霍老太 那也算是老酒门当中 响当当的人物了 并和当年的吴老狗 有过很深的渊源 对方和无邪约定 三天后在北京新月饭店见面 新月饭店是老北京有名的 古董行家聚集地 它表面上是一家饭店 内部却是古董拍卖现场 为了壮大架势 三天后 无邪找到胖子和焖油瓶 一起赴约 正好这时 新月饭店在举行一场拍卖会 不了解拍卖会规矩的三人 坐到了掌灯位 随后一个伙计拿出一盏灯笼 打在无邪座位上方 下面瞬间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投赖了异样的目光 霍老太也在边上冷笑道 很久都没人敢点天灯了 老吴家怕是要被你败光了 听到点天灯 无邪脑袋嗡的一下 这意味着今晚竞品价格 不管多么离谱 他都得包厂买下 否则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台下各种古董一一出场后 无邪三人突然被一尊 鬼扭龙鱼玉玉玺吸引住了 这玩意和当时焖油瓶拿过的鬼玺 十分相似 其价格很快被炒到将近一亿 无邪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 于是和胖子偷偷商量逃跑对策 而这些话正好被台下耳力极好的主持人听见了 他单手一指 瞬间无数的打手冲上楼梯 胖子一见 抄袭板凳挡在楼梯口 大有一种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气势 门油瓶则趁机来到台上抢夺鬼喜 那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混乱 打手惨叫不止 可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也架不住人多 就在胖子几人纷纷挂彩时 霍老太的孙女霍秀秀的出手帮助 才将三人从危机中救了出来 霍秀秀将三人带到一间四合院 霍老太早已等候多时 并说出了样式雷的秘密 原来二十几年前 霍仙姑的女儿在文化局工作时 随考察队前往广西八奶 参与张家楼的考古挖掘 回来后就性情大变 变得十分阴沉 此后不久更是失踪了 至今生死不明 而她的女儿就是当年的霍灵 为了找寻霍灵的踪迹 霍老太几经调查 发现八奶那里埋藏着一栋鼓楼 俗称张家鼓楼 据推测 鼓楼一共设有八层 一部分藏在模糊湖底摇寨 另一部分嵌在山体里 鼓楼内埋藏着张家历代祖先 和各种机关巧树 以及历代盗墓过程中 获得的各种信息和终极秘密 而霍老太经过几十年努力 共得到七张样式雷 每一层的鼓楼 都对应一张样式雷的设计图稿 吴邪手中正是最后一张 听到这里 吴邪深感震惊 他突然发现 似乎所有的事情 都和老九们的后代相关 吴三行对应吴老狗 霍灵对应霍老太 谢连环对应谢九爷 陈文锦似乎对应陈皮阿四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呢 一切的一切似乎无迹可循 又似乎一点疾破 正在吴邪思考时 胖子突然打趣道 小哥 把你的黑色麒麟纹身露出来 给老太太开开眼 谁知当霍老太看到麒麟纹身 和她修长的手指时 当场压着一旁的霍秀秀跪了下来 吴邪二人吃惊不已 可霍老太并没有解释 而是喃喃地说道 看到你我就知道霍灵出了什么事了 果然做我们这行的 都逃不过天理循环 这句话在后面也会得到解读 此时 星月饭店的打手还在抓捕吴邪三人 霍秀秀又将三人转移到隐蔽老宅躲避 避开霍老太 霍秀秀又说出了一件事 她曾调查过西沙考古队 根据当时的照片 考古队里的霍灵 比她的姑姑要矮八公分 由此可断定 霍灵的确已在巴乃考古时被调包 霍秀秀还曾偶然听到过 奶奶在睡梦中 不停重复着一句梦话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并且她在1995到1999年间 每年三月都会收到录像带和信件 里面的内容都是和姑姑霍灵有关 每次看完后 奶奶都会惶惶不安 而霍秀秀本身好奇心就重 为了揭开录像带的秘密 她开始模仿奶奶笔记 给寄信地址回信 直到五个月后 有个叫金万堂的老头回信了 从她的口中 霍秀秀了解到一场 史上规模最大的盗墓活动 原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 霍家曾参与一场 史上最大规模的盗墓 此次行动牵扯到老九门所有家族 共计上百人 金万堂因为对古玩的了解也在其中 1962年底 盗墓队伍前往四川四姑娘山 金万堂虽然始终留在营地 但根据他被要求从事的工作可以判断 这些人在对一大片古墓进行盗墓 目的是要寻找其中的古籍 当时金万堂的主要工作就是辨认博书 竹简并进行分类 但随着博书竹简越来越多 金万堂发现 这些古籍似乎都不是从地下古墓盗出的 而是来源于四姑娘山上某处悬崖绝壁的洞窟中 于是他对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籍起了贪念 直到三年后 他的机会到了 盗墓活动突然发生重大变故 九门以死伤十几人为代价 带出了一大卷鲁黄薄书 金万堂在复原薄书的内容后 偷偷藏了一份 但第二天就被人员搜了出来 当时一个手指极长的人准备下令杀了他 好在霍老太拼命求情 才保住性命逃了出来 金万堂后来了解到 老九门在这次盗墓里皆损失惨重 史上最大规模的盗墓也以失败告终 吴邪等人推测 史上最大规模盗墓背后的组织者就是他 正是因为老九门曾为他效力 才得以在红色风暴中存续下来 他们的后代陈文锦 吴三星 霍玲玲 甚至能进入官方的文物系统工作 至于那个手指极长的人 应该是活动的负责人 他恐怕和张启玲另有渊源 可还没等吴邪想明白 屋内突然闯入三人 直奔玉玺而来 这时霍秀秀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舒展开来 整个人的身形突然大变 肩膀变宽 这竟是传说中的缩骨弓 与此同时 这个假扮霍秀秀的神秘人 也撕掉了脸上的面具 露出真实面容 竟然是一个身材苗条的男人 男人和劫匪是一路的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关键时刻 霍老太和霍秀秀突然出现 原来刚才是他们上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想试探 吴邪三人的身手 并联合他们共同探究 张家古楼的秘密 至于会缩骨弓的男人 正是九门谢家当家主人 谢宇臣 倪称小花 霍老太认为 广西八奶和四川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 便决定兵分两路 霍家 闷油瓶 以及胖子返回八奶 根据样式雷 重新探索张家古楼 吴邪与谢宇臣 则前往四川 去调查史上最大规模盗墓背后的秘密 说日后 吴邪两人便看到了传说中 四座连绵不绝的四姑娘山 又走了几天的山路 两人穿过丛林来到四姑娘山山脚 抬头向上望去 高耸入云的山壁上 到处都是被凿开的山洞 这些都是当年老九门的人凿开的 不知为何 吴邪突然想到 这些孔洞似乎和西王母国插在山壁上的那块 满是孔洞的陨石极为相似 随后 谢宇臣将绳子挂在腰上 开始徒手攀爬 并来回的在丛林里荡来荡去 直到第二天 才发现了当年出土鲁黄薄书的洞穴 只是洞穴入口 早已被浸透血迹的水泥封死了 谢宇臣捡起石头 猛然砸向水泥 很快 不断脱落的水泥中露出了一段骨头 等到水泥门完全被砸开 里面赫然出现多具白森森的骨架 这些骨头与大量头发一样的东西纠缠在一起 而骨头后面则是一条狭长的通道 地上放满了西网母罐 但与塔木陀的又有所不同 罐子上长出了许多头发 通道的墙壁上还有很多凹槽 里面都放着竹简 看来是个藏书走廊 谢宇臣率先深入洞穴查探 发现洞的深处有一个自动旋转的铁盘 上面还有很多奇怪的纹路 谢宇臣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守在洞口的无邪后 洞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有诡异的金属敲击声在不断回响 无邪试着喊了几声 见没人回应 只能钻入洞中寻找谢宇臣 随着他越走越远 无邪慢慢察觉到 自己的声带麻痹到说不出话来 这或许就是谢宇臣没有回应的原因 这时敲击声再次响起 无邪寻声看去当场吓得胆裂魂飞 只见不远处一团满是头发的生物正死死的盯着他 那奇怪的敲击声就是从他的身上传出来的 无邪刚要举锤子 却听金属敲击声转换成花鼓戏的古典节奏 而谢宇臣就是个唱花戏的角 看来他是被困在这些头发里了 在谢宇臣的指引下 无邪穿上防护铁衣 用火烧退了谢宇臣身上的黑色毛发 此时谢宇臣才发现 这些毛发能够钻入人体吸食血液 但唯独害怕无邪的血液 经过推测 可能是他体内的麒麟血结起到了作用 而洞口那些残存的尸骨 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群毛发的袭击 至于进入洞内为何会失声 应该是洞内有着某种特殊毒迹 人只要回到洞口就能恢复说话 与此同时 胖子闷油瓶霍老太一群人 在广西八奶的古楼中 遇到了一道石门障碍 那是一块刻着诡异浮雕的石板 他们将信息传给无邪二人后 无邪发现石板上的图案 对应着铁盘上的图案 谢宇臣判断 这就是所谓的千里锁机制 设置人将钥匙与锁分隔千里 来增加破解的难度 要打开那边的封石 就得破解这边的机关得到线索 于是两人戴上防毒面具 穿上铁衣 再次进入洞穴 当来到转盘处时 无邪发现 铁盘上的黑色痕迹 原来是血字 又见铁盘上有复杂的纹路 便判断出 这是一种引血槽 需要向铁盘浇灌血液 来触发机关 于是两人从山下 吊上了一头猪 用猪血喂食铁盘 几分钟后 铁链摩擦的声音 陆续从地下乃至整个 山洞的四壁里发出 显然山体里有巨大的积阔 接着藏书走廊里的凹槽 纷纷被启动的机关顶了出来 上边也刻着浮雕 与广西八奈风石上的浮雕一致 两人意识到 铁盘就好比一个密码锁 需要对它进行正确的操作 才能逐步触发机关 最终拿到线索 而用血浇灌 只是第一层机关 吴邪和谢宇晨商量了一下 认为从外面破解机关 风险太大 于是通过铁盘下的轴承通道 进入到机关内部 打算从其内部了解机关机理 予以破解 果然 机关内有许多的西王母冠 若是有人在外面触发了错误的机关 就会有条石落下砸碎陶罐 放出里面的识别王 之后两人找到了 控制机关运作的机关室 正当他们尝试进入机关室时 却遭遇了蛇找鬼域中的野鸡脖子 这是一种奇毒无比的猛蛇 阿宁就死于他的口下 正当无邪在想如何杀死野鸡脖子时 一只浑身长满黑毛的人形生物 突然从水里钻出 朝着无邪身上飞扑而来 吓得无邪趁势一滚 但没想到 这只生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还没等无邪爬起来 生物再次扑了过来 无邪这才看清 原来是一只年长的猿猴 它的琵琶骨被穿在了铁链上 无邪迅速抓住铁链 绳索直接崩直困住了猿猴 接着他从包里掏出酒精 顺着锁链流到猿猴身上 再拿出火机点燃 大火瞬间吞噬了猿猴 临死前 猿猴用尽全力跳入水中 接着用嘴叼住一个东西 吐到无邪的脖颈上 无邪只觉得眼前红光异扇 脸颊就被野鸡脖子死死地咬住了 瞬间 一股麻木感从脸颊开始弥漫 无邪在生死边缘 无意识地在地上写出一串数字 1896582 0220059 据推测 这段话是无邪被咬后 无意识读取费洛蒙写下的 费洛蒙是人体的一种特殊分泌物 可以读取到无意识的记忆 而根据小说的前后线故事发展 这一串数字应该是求得考 从无老狗的战国博书上 破译出来的数字 在之前曾打开过蛇眉铜鱼盒子上的密码锁 那么作为拥有主角光环的无邪 肯定不会就此领盒饭 他因为中毒不深 被谢宇辰救了回来 两人越过陶罐的上方 朝着洞内深处继续前行 洞内的尽头有一道裂缝 尽如裂缝一直往里面走 出现一个水潭 在水潭的中间 有个蜂巢形状的青铜器 青铜器表面有着无数孔洞 每一个孔洞都有一道铁链连出 通到水下石壁的孔中 无邪认出 这是一种古老的密码模块 只要找到正确的顺序拉动铁链 就能破解机关 由于破解太繁琐了 我们就直接掠过了 总之 无邪成功将机关破解 帮助胖子那边移开了风石 无邪也和谢宇辰关系拉近 谢宇辰也不再藏着掖着 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报 那么 这些情报到底是什么呢 就留待我们下期再来揭秘了 关注本专辑 带你走进盗墓笔记的世界 就会有点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